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少保留了16岁的作品 米格朗基罗其实应该有比这个更早的作品 他的母亲很早去世 所以米格朗基罗其实是他的奶妈养大的 他的奶妈的丈夫刚好是一个 当时佛罗伦斯城的一个石匠 我用石匠这个字是说 他并不是艺术家 他就是在路边 可能在我们巴黎的观音山旁边 看到打墓碑要敲石头的人 那敲石头的人 这个字也许大家今天并不给他很高的评价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这些工匠长有对材料 对技术最高的理解 所以米格朗基罗常常很自豪地说 我七八岁就跟着 我的养父就在打石头了 所以那个手的技术对他来讲 没有任何的困难 他从小就在玩这些石头 也在打击这些石头 那么可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是说如果他从七八岁就跟着他的养父 一直这样打石头 他最后他也就是在巴黎的观音山底下 替别人钓墓碑 或者刻一个笼柱的工匠 工匠变成艺术家 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 他开始有自己的思想 他开始有自己的感觉 他不是把别人要求他做的墓碑 做得一模一样 他相反的他可能会去想 我怎么样把这个墓碑做到更好看 所以因此这里面有一个关键 是他14岁到15岁的时候 他碰到了我们讲达文西的时候 一直提到的一个家族 就是佛罗伦斯的Medici M-E-D-I-C-I Medici这个家族 这个家族可能是在座 所有的朋友接触到西方文化史 一定会听到的名字 我说的文化史不只是文学 绘画 雕刻 建筑 可能也包含 如果你研究他的社会史 这个家族最早修建了 公众斗内的孤儿园 这个家族最早成立了 银行汇兑制度 这个家族在各个方面的影响 数百年来影响整个今天的欧洲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是银行世家 而这个家族支持过达文西 他们第一代就是Cosimo Cosimos 那么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 一个精英羊毛业的人 可是最后他的羊毛事业 可以遍布在欧洲 那么最厉害的是 他可以在佛罗伦斯开一张支票 在巴黎取款 我们知道这是绝对有高度的诚信之后 这个家族的银行事业才建立起来 所以他们用这个网络的 这样的一个商业网络系统 建立了他们家族的一个文化的基础 到了第二代 然后到第三代就是Lorenzo Lorenzo 他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 伟大的Lorenzo 很奇怪到第三代才足以伟大 我常常想第一代会不会物质上还不够 所以总是花很多心血在物质上面 可是到第三代的时候 他有文化上的品味了 这个Lorenzo他就建立了一个 很重要的精英学院 这个学院是设立在佛罗伦斯的 圣马可修道院 如果大家现在去佛罗伦斯 你还可以去这个修道院 你去看一下很朴素的一个修道院 中间有一个很简单的中庭 然后他就把他的孩子 Lorenzo自己的孩子 放在这个学院里面受教育 可是这个学院里不只是他的孩子 是他网络了当时最精英的 一批的人文学者在里面 像Ficino 我们在谈达温西时候谈过 他翻译了整套的柏拉图哲学出来 因为柏拉图哲学当时是不准读的 可是这个家族就给他很多的钱 说你把希腊文的柏拉图哲学 整个翻译成当时大家可以读得懂的文字 而同时在这个家族 把他的孩子放进去以后 他就想怎么样让他的孩子 能够跟一个时代当中 最优秀的精英一起成长 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执政者的视野 你的孩子不跟最优秀的精英一起长大 将来就很糟糕 因为即使他高学历 他都不知道他的生命 应该在哪里去发展出他精英的部分 所以他就在到处物色了不起的 最好的画家被引进来 最好的诗人被引进来 有一天他就走过路边 看到路边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在打石头 他觉得技术真的好极了 可是讲讲话 觉得这个小孩子受到的人文教养还不够 他说好 你不要在路上帮人家打石头 因为一天赚的钱也不多 你就到我们家来领一份薪水 可是你就进精英学院 所以米格朗基罗因此进到 San Marco的精英学院 开始读胆丁的诗 读柏拉图的哲学 他身边同班的同学里面 出了两个教皇 都是这个梅蒂奇家族的 就比他小一岁的 一个后来是李奥十世 教皇李奥十世 一个是克里蒙七世 都做到教皇 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基础 大家可不可以理解 当他十六岁做这件作品的时候 他刚好是跟这一批精英在一起读书 那么这个时 我觉得过去的执政的这些人物 他们是有一个视野 为他的下一代 培养出未来的一个 宏观的文化蓝图 所以佛罗伦斯人口 始终没有超过十万 佛罗伦斯出了达文西 出了米格朗基罗 出了胆丁 出了所有历史上 西方影响深远的一群人物出来 所以我想 我很希望我们的 这样的讲座以后 不只是科技界 文化界 我想有执政界的人可以来了解到 怎么去执政 执政很辛苦 真的第一代常常是一塌糊涂 可是你慢慢要去培养第二代 第三代 你至少要有视野 那么这个视野说 你如何培养出精英的人出来 没有精英的人 执政是一个空想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看到米格朗基罗 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 十六岁 我常常跟朋友说 我看到这件作品 我会问我自己 我十六岁在干什么 十六岁可以把一个生命提高到 他已经能够长有最好的技术 而同时他如何去思考 站在一个楼梯旁边 坐在一个楼梯旁边的圣母 怀抱着他自己的婴儿的时候 母亲的那个温暖慈爱 衣纹的流转 孩子的那种害羞 想要把头藏进母亲衣纹里去的感觉 怎么去把它掌握出来 我们知道圣母圣鹰 在西方的艺术里面 常常有人表达 可是十六岁的孩子 怎么去体会这个 因为我相信 我在这个年龄大概高一吧 其实傻乎乎的 每天大概就在忙考试 可是十六岁 也可以让你去思考 一个孩子跟母亲的手 跟母亲的衣纹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表现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头 婴儿的头 有点想钻进母亲的衣服里面 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孩 我们说你好可爱好可爱 他就会躲起来 因为他不晓得你要干嘛 他会想躲到母亲的衣纹 他是背着我们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过去在米格朗基罗之前 大部分西方的圣母圣鹰图 圣鹰是正面的 是面对大家的 因为才具备所谓的神圣性 可是米格朗基罗觉得 从人性来讲 你在路上看到一个baby 你去逗他的时候 他会躲起来 而那个母亲跟孩子的关系 才传达出非常精彩的 一个亲子的那种温暖出来 而且对人体的掌握 我们看到婴儿身体的 这些部分的掌握 还有这个 大概很值得注意的是 圣母坐在一个楼梯的梯阶旁边 这个楼梯的梯阶是一块大理石 我们可以看到衣纹盖在大理石上面 衣纹本身是柔软的 可是下面必须透露出 衣纹底下石头的坚硬 可以感觉到两个层次吗 我们称这样的作品叫做浮雕 浮雕是说在一个平面的石板上 利用绘画性的元素 有点像我们口袋里的钱币 做出一点点微微的凹凸 可是这个微微的凹凸 必须把质感能够传达出来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16岁他已经完成了这么完美的作品 可是我不知道我们下面 怎么去界定这个完美 因为我们说完美 其实完美是一个让人蛮害怕的字 米格朗基罗大概一生最怕的字 就是完美 因为完美可能是不能再进步了 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 如果16岁做了这样的作品 他多么得意 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 他在班上有点狂 因为同班同学 没有人像他做得这么好 所以他常常有时候会很得意 就笑别人说 你看你作品做得不好 他同班有一个同学脾气很暴烈 就把他鼻梁给打断 所以米格朗基罗很有名的故事 是他从15岁以后 就带着一个断掉的鼻梁 一直到他89岁 下面我们看到 他大概在一两年之后 他做了另外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很显然 我想我在不讲解之前 大家就感觉到 是不是跟前一件作品不一样 前一件作品的凹凸是非常温柔的 这件的凹凸非常的强 所以西方可能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高浮雕 它也是浮雕 可是它是比较深的 比如说很明显的凸起的肌肉的部分 跟凹进去的黑的部分 它的反差非常的强 而在这个反差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 情绪上的起伏的感觉 如果你猛一看 你觉得一大堆的肉体 好像波涛汹涌 我们知道当时米克朗基罗 他们在精英学院 经过Ficino这种希腊学者 他们偷偷读了很多 不准读的希腊神话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 当时基督教不准读希腊神话 因为希腊神话里面 有很多谈到人的欲望 谈到人的本质性 各方面的东西 基督教要求绝对的圣洁 所以他们认为希腊是一种异端 那么希腊有一个故事 是在讲一种人马兽 桑道 桑道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马 他们的故事常常是说 雅典人在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什么文化讲座 过一会儿门忽然打开 然后就冲进一大堆的人马兽 就把所有美丽的女人都抢走了 希腊神话里面说 雅典人文明的人最害怕的是人马兽 因为人马兽就跑来 把整个的文明场所搞得混乱不堪 可是他们又很羡慕人马兽 因为人马兽有一种人做不到的东西 他会告诉你说 我刚刚做的那个反常行为 不是我上半身 是我的下半身 因为希腊人一直相信 人性里面有一部分是非常理性提高的 有一部分是非常沉沦的动物性的部分 动物性的部分可能让我们酗酒 可能让我们狂欢 可能让我们毁坏所有的事情 可是有时候你身不由己 所以希腊的神话 有时候很人性的解释 人本来就是一个两种组合 这个人马兽其实就是 今天我们保留在十二星座里的射手 射手座其实就是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马 所以他个性上是 有一个比较动物性的或冲动的 可是他又热情洋溢 我们就觉得很有趣 十几岁还不到二十岁的米格朗基罗 爱上了人马兽 他觉得他做基督教的人的部分 做得很辛苦因为很压抑 我们知道这个年龄 有多少的欲望在心里面涌动 所以他读了这个故事以后 他就说我要做一个人马兽的浮雕 所以其实这个画面里 大家可能不太看得清楚 他基本上在做人马兽 可能大家看到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也是人 可是这边有一个 像我们也许放大一下看 大家看到这里头部身体 他的下半身这个部分 其实是一个马的身体 拉过来是一个马蹄 是一个马的脚步 所以他基本上把人马兽 跟人的身体组合在一起 他希望在讲 人在一个不完全理性 或者非理性的状况里 他的身体变成肉体的 直接的一种欲望的爆炸 那个时候身体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如果比起前一件作品 圣母跟圣鹰是非常基督教思想的 这件作品是非常希腊思想的 所以当时等于两个文化的主流 在这个年轻的男孩子身上 开始冲击 让他感觉到肉体本身有另外一种美 我们知道在基督教里面 肉体是不美的 因为肉体是一个犯罪的原因 可是希腊觉得肉体是非常美的 这个肉体可以感觉到他身体里面 许多的渴望 所以他开始用各种拉扯的身体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男子的身体 他的手在后面 而后面的这个男子 他的头部被这个人的手抓住 然后他的双手又抓住他的手背 下面有另外一个人体的手抱住他的腰 我称他为一种肉体的纠缠 肉体的纠缠是基督教不敢表现的 可是在希腊的文化里认为 人的肉体其实有一种纠缠 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在爱这个字里面 有一部分是可以非常超越出来的理性的爱 有一部分的爱是非常贴近到本质的欲望的 如果是本质的欲望 它就是肉体的纠缠 它是搞不清楚的 那我想这个部分已经看到 在年轻的米格朗基罗身上 开始汹涌出 他自己对欲望想要描写的东西 其实是背叛了基督教 可是还原到人的身体的原质 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才是 米格朗基罗死后美学的原点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米格朗基罗终其一生 眷恋所有青春的阳刚的肉体 那么这个时候 他在最年轻的时候 他已经在这件作品里面 开始把这个部分传达出来 那么这个肉体纠缠里面 有爱 有passion 有热情 可是也有沮丧 也有巨大的痛苦 纠缠在一起 所以纠缠两个字我们很难解释 我们在所有的 无法用理性去分清楚的爱里面 其实都是一种纠缠 而这种纠缠常常是身不由己 可希腊的文化里 常常在歌颂这种纠缠 他觉得生命没有这种纠缠 其实也就失去了 它的最大的追求性 它的那个热情性 那基督教是希望把这个拿掉的 可希腊其实 包括希腊神话里最伟大的宙斯 其实是不断在爱遇里面 去做很多的纠缠的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 不同的文化的底层 那么也让我们了解到 这个精英学院 圣马口的精英学院 对它发生了多大的影响 在它身上发生出这种 新的米格朗基罗式的美学 下面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这些局部的时候 我特别放大了 这个角落的一个人体 这是刚才延伸过来 那个人马兽的 马的身体的部分 这里有一个马蹄 马的蹄子 然后坐在旁边有一个 好像在沉丝的人 可是你从他的 看不到五官的身体 你感觉到他健壮的身体里 其实有一种忧伤 有一种沮丧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这个忧伤跟沮丧 是米格朗基罗一直觉得 这个身体在巨大的 狂热渴望里 其实势必坠落到 一种失落的痛苦里面 所以纠缠这两个字 刚才我要解释说 他觉得这个身体 同时是狂热 同时是忧伤 它是两面的 所以他自己在生命当中 这个落差也特别大 比如说达文西比较起来 比较平静 达文西的一生 一直用理性 在处理他所有的事物 他也纠缠 可是他纠缠之后 他总是用理性 去把它解答了 所以达文西是用一个 密码的形式 在设计他自己的生命 米格朗基罗 其实是比较接近李白的 他的狂热一来的时候 他自己无法克制 所以他常常在 极度的亢奋 跟极度的沮丧当中 当然我想今天的 很多的精神分析学里面 常常提到米格朗基罗 提到范骨 他们两个是最明显的典型 就是赵跟玉的 极大落差 可是我们知道 西方也发现 这样的精神分析里面 触碰到人的创作的本质 因为这一类的生命 是创作力最强的 因为它的那个 极度亢奋的时候 是所有人的能量 无法达到的高度 可是它在 亢奋过了之后 它会极度地沮丧一段时间 那么所以 米格朗基罗的 这个部分 我们刚才讲说 我们不谈它的结局 说好或不好 或者我们自己 敢不敢承担 这样的生命 可是基本上 它是在 巨大的落差里 在起伏 它留下了 一千多首诗 这些诗基本上 我读起来的时候 觉得非常像 在读礼拜的东西 那种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的那种奔腾 可是它同时 也极度地忧伤 所以我想这个人体 在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 已经传达出 他自己 那种在青春里面 他自己生命的一种状态 好 下面我们看到 我担心大家觉得 他已经十六岁 十九岁 他这么伟大 变成全世界 最伟大的艺术家 可是我觉得 文艺复兴最有趣的是 这个时候 他们还是具备 有一部分工匠的身份 这个工匠的身份 使得 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时候主流的文化 是基督教 所以教堂会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雕一个基督 挂在十字架上 他就会去做 我的意思是说 他有一些作品 很少被讨论 可是这些作品证明 米格朗基罗 在做刚才的人马兽 这一类 自己要表现 自己内在美学的 作品的同时 有些作品 他会接公共艺术 说别人请我去画 一个什么伟人像 我就去画了 他不会拒绝的 因为当时他们的身份 是介于工匠跟艺术师之间 艺术家可能觉得 自己很了不起 我要拒绝 可是其实工匠本身 他有他自己工匠 必须要接纳的 比如说包括他养活自己的 这个能力 所以我举两件作品 一个是他教堂里的基督像 一个是当时他 梅蒂奇家族雕刻了一个 大理石做的蜡烛的竹台 这个是大概等身高的东西 可是当时的梅蒂奇家族 因为常常开宴会在家里 所以他们有一些点的 那个大的火炬或蜡烛的竹台 就找米格朗基罗来做 这一类其实有一点像 工艺的作品 就是我刚才提到说 在巴黎观音山底下 打墓碑打龙柱的工人 或者在三亿做木雕的人 他们可能有一天走出来 会变成著名 变成艺术家 如果他们不走出来 他就是工匠 我们看到这个竹台的同时 他做了他的九神 这个九神是他 19岁到20岁 非常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我还是要讲 这是他偷偷做的 因为当时的基督教文化 不准做九神 我们都知道九神 Dionysus 是希腊文化里面 最让人狂欢的一个神 他是宙斯跟一个人间的女子 私通 生下来的一个早产儿 后来被宙斯的太太发现 我就想讲达文西说 达文西也很爱化九神 他们爱化九神的原因是因为 九神永远挂了一大堆葡萄 然后喝得昏昏大醉 因为你只有在这样的状况里 你有一个你自己不知道的 原我的东西会跑出来 会贴近你自己真正的我 因为平常我们可能都是伪装的 我们用理性把自己伪装得很好 可是喝了酒以后 有一部分被释放出来了 人类很早就发现 没有酒 很多创造性的文化都不会存在 李白一斗诗百篇 那个酒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王羲之的兰亭旭是在喝醉写的 等他酒醒以后 他再写写不出来了 那张旭是在 喝了酒以后 他才能够写出他的狂潮 酒变成一种生命里的释放 他提醒我们说 我们有多少东西被捆绑住 那个真正的我被绑手绑脚 所以他们偷偷摸摸去做酒神的时候 是他们知道希腊的神话里 有对他创作原职的某一种鼓励 所以这个酒神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我们知道他被宙斯的太太发现以后 宙斯的太太就要告诉这个女孩子 说你让宙斯显全身 宙斯的全身是雷火 所以啪一爆炸以后 那个女的当场死掉 所以这个腹中的孩子就被宙斯挖出来 把他大腿割开 把他塞进去 用他大腿的肉去把这个孩子养大的 所以这个酒神的诞生本身就是火 血 然后最后送到森林里面给水仙养大 又是水 所以如果酒是一种液体 它是一种可以燃烧的液体 它是火中之水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酒神出现的状况 如果我们看他的局部 头上永远是一堆的葡萄串 手上拿着酒杯 如果有机会 大家看到更细的局部的时候 他的眼神是一种发愣的感觉 因为喝酒喝到有一个状况的时候 他的理性不够用了 他要很努力地用理性去控制他自己 可是他已经有一点 我们叫做明丁 有一点明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你一生里面明丁是非常值得回忆的部分 因为那个明丁你才回来做自己了 平常所有疲倦的累的部分 明丁会释放掉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他的身边 有一个小牧神 牧神又跟桑道一样 他是半人半兽 桑道人马兽是上面是人下面是马 这个小牧神是上面是人下面是羊腿 我们看到希腊神会 希腊神话可贵地为我们保留了 所有人跟动物在一起的经验 我们的身上动物的部分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不知道那个动物的部分什么时候会跑出来 所以星座蛮好的 有时候你是鱼 有时候你是马 你有各种狮子都跑出来了 那么这些东西或者在我们的舌尔生肖里也是 我们其实不太敢面对自己动物的部分 如果太礼教了之后 可是动物的部分未尝不是你生命里面重大的一个力量 所以这个小牧神在那边偷吃九神手上的葡萄串 那种偷吃贪婪欲望都表现出来了 可是这是基督教当时的理性文化绝对不允许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要被压抑下去的 可是米克朗基罗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是不断地慢慢在释放这种经验 慢慢一步一步走上他自己 怎么去面对他人的极度理性圣洁的部分 跟动物的极度沉沦的跟纠缠的部分 他这两部分会组合在一起 这件作品当时出来以后 曾经被某些人看到以后 开始大肆抨弃 就指责圣马口精英学院培养了一个学生 十九二十岁竟然做九神 这么不道德的东西 然后会败坏佛罗伦斯的青年 我想这些故事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发生 我们下面看他到了二十三岁 他做了一个惊人的节制的作品 这件作品大家去罗马 走进观光客一定会去的圣彼得教堂 进了大门以后 右手边第一个雕像就是在这个地方 永远一堆人挤在前面 米克朗基罗二十三岁 从佛罗伦斯被请到罗马 一个从地方的 到了罗马等于当时梵蒂冈教皇所在地 等于是国际的中心一样 然后大家认为你已经非常有名了 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件作品 基督教典名说要米克朗基罗做一件作品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Pieta P-I-E-T-A P-I-E-T-A的P要大写 因为在拉丁文Pieta特别指这个故事 我们平常讲Pieta可能讲悲悯 悲痛 可是Pieta大写的时候只指一件事情 就是圣经里面讲耶稣钉在十字架死掉以后 尸体从十字架上卸下来 她的母亲赶到现场看到她遍体鳞伤那种悲惨的尸体的状况大哭出来 这个生命的状态叫做Pieta 那么过去很多艺术家做过 像米兰的艺术家Montenya 他们都在米克朗基罗之前做过圣母大哭的样子 可是米克朗基罗做这件作品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发现她没有在做痛苦 我们最惊讶的是圣母她的左手是张开的 然后她俯瞰躺在她身上的一个年轻的男子的身体 这个手好像说你们看这么美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把一个美术翻译解读成 跟基督教要她做的东西完全相反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很有趣 就二十三岁的米克朗基罗 自己在青春的年龄感觉到生命的美 肉体刚刚发育完成的那个美 而这两个身体不像母亲跟孩子的关系 像爱人的关系 所以她其实在基督教给她的公共艺术里 偷渡了希腊的精神 你会感觉到这里面 好像是Eros跟赛基的故事 好像是一个年轻的俊美的男子 跟一个女子的依恋跟恋爱 我们再看一些局部 这一张脸 圣母的脸 在低头俯瞰着身体 如果以基督教来讲 她是悲痛的 因为她看到一个身体被鞭打 被钉子钉死以后的尸体的被伤 可是现在不是 她完全是在赞叹 这么完美的一个身体 耶稣躺在母亲的怀抱里 这个手从她的腋下过来 我们在她的身上 除了这个短短的一个刀痕 一个小小的伤口 你看不到任何受伤的感觉 她完美到这样的程度 这件作品做完以后 其实当时公共艺术是有评审委员会的 而且非常严格的审判委员会 主教 教皇都要参与的 最后大家都呆住了 因为那个木一拉开以后 我想美会让人叹一口气 然后你开始发抖 因为美同时让你赞叹 美同时让你害怕 所以当时有一半的人 整个被吓呆了 觉得美怎么眼前会有这么美的东西 可是有一半的人就开始要对抗这个美 因为美让你觉得 有什么东西 你忽然触动了最本质的东西 所以当时有一个主教 他就讲他说 耶稣死的时候39岁 他母亲应该是50几岁 怎么会这么年轻 有没有发现理性是出来对抗美的 他是很理性 其实这个主教非常理性 那这个时候 其实刹那之间我们在紧张 因为这些作品可能会被打坏 毁掉 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贝德的作品 就不通过 23岁的弥格朗基罗聪明到起点 他想了一下 他说你们不是说圣母是Same Virgin 处女吗 他说圣处女是永远不会老的 结果皆大欢喜 连基督教这个最严厉的主教 都很满意这个回答 所以我们会觉得 艺术家要在他自己 闯出他的品牌的过程里 其实也有很多的心酸 可是我想这件作品 今天一直被讨论一直被讨论 是我们越来越发现 这个作品是米格朗基罗 23岁给他自己的一个青春的祝福 身体这么完美 可以这么依恋 可以陶醉 可以眷恋 这里面绝对不是一个 基督教背景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圣母的脸 你忘掉它是石头 石头是冰冷的 石头是粗糙的 石头是沉重的 它可以把石头变成轻盈 它可以把石头变成这么细腻 它可以把石头变成这么透明 像蜡一样 可是有没有感觉到 美眼之间 一点点忧伤在里面 美是什么 美其实是会看到它 盛放同时就是凋零 它是两个东西 所以我相信在这23岁的生命当中 已经纤细细致到 看到所有的美的生命 有点像荣格的心理学上 一直在谈 其实美是一种消失 它告诉你说 如果你面前的这个花 不会凋零 你不会觉得它美 我们觉得美 是因为它一直在消失的过程 我们觉得面对一个生命 觉得这么眷恋 是因为它会消失 我们不知道而已 所以那个美本身是有 它的忧伤性在里面的 使人叹息的那个部分 也是因为它 势必不会长久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很细致的表情 在眉眼之间 传达出淡淡的忧伤 而这个淡淡的忧伤 跟嘴角一点点淡淡的微笑 刚好构成最美的配置 我们知道唐宋的观音 永远在眉眼之间有忧伤 永远在它的嘴角有微笑 微笑的部分是生命的鼓励 忧伤的部分 其实看到了悲悯 大概东方跟西方 都找到一种美 这个美是在两者里面的平衡 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状态 我们都觉得极度的喜乐是美 不一定 喜乐里面带着忧伤的时候 它构成一个更美的 一个完整度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圣母的身体上 现在大家看到这边 它有一个世代 这里如果大家有机会 到罗马注意一下 米格朗基罗 把他自己的23岁的名字 刻在这条袋子上 过去的工匠 大概都不敢把名字 这么明目张胆地 刻在作品里 通常都隐藏在后面 那么米格朗基罗 已经很确信 他刻了一件作品 500年后 全世界的人都要赶来看 他把名字就刻在这条袋子上 所以那个artist的感觉 其实是出来了 他也赢得了他自己 在历史里面定位的一个角色 他这件作品 使他举世闻名 所有的人就开始 抢着要米格朗基罗 去做这件作品 做那件作品 可是我还是要讲 他要停在这个状态吗 23岁 如果你已经是 全世界的第一名 我们还要讲一下 这个人 我不知道是姓还是不姓 他出生之前 就有一个人在他前面 一直使他不安的 其实就是达文西 比他大23岁 达文西生在1452 米格朗基罗生在1475 你一岁的时候他23岁 你十岁的时候他33岁 你20岁的时候他43岁 43岁的米格朗基罗 达文西是在米兰 正在画最后晚餐 然后这个年轻人 永远知道前面有一个23岁 他就是打不败他 我觉得这个部分 也是我一直想要解释 米格朗基罗 为什么跟达文西不一样 达文西有一点 好像觉得他创造出 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高峰 可是米格朗基罗 从出生开始 这个城市里面 就一直耳语着说 达文西 达文西 然后如果你是艺术家 前面这耳语的名字 不是你自己 是一个多么大的痛苦 可是同时也是一个 多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看到很有趣 就是所有的传记里 都告诉我们说 十万人口的佛罗伦斯 达文西跟米格朗基罗 后来常常是 在路上狭路相逢 因为你没有地方会躲掉 其实达文西 一直在躲米格朗基罗 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好叛逆 对他永远不礼貌 达文西永远是 戴那种额绒帽子 丝绒的衣服 身上全部插满香水 然后优雅的不得了 可是米格朗基罗 每次就用最粗暴的语言 故意去激怒他 然后达文西永远鞠躬离开 我们永远不太理解 在传记里 你觉得这个米格朗基罗 真是无理 怎么会是 这么一个粗暴的人 可是我常常会觉得 他心里面有一个 多么大的痛 是因为他知道 面前那个人 他要激怒 他要侮辱的人 其实是他最大的 致敬的人 也是他的敌人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里面 我一直用这个部分来解释 比达文西小23岁的米格朗基罗 其实前面他 他如果自己是一座大山 他其实不太容许 他的面前有一个 更大的山挡住他 我相信米格朗基罗 在激怒达文西不成功之后 回到家里 拿着锤头 打那个石头的时候 他要打的东西 刚好是他自己 他要打住他生命里面 他要锤炼他自己 锤炼 刚好是他自己 所以我相信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米格朗基罗 接下来如何在这个生命里 慢慢地去思考 他自己的狂暴的部分 跟安静的部分 我觉得他有时候汹涌澎湃 简直是一个 可以把所有东西 推倒的海洋 完全是暴风雨的状态 有时候你可以看他安静到 那个头部躺在母亲的怀抱里 是这么沉静的一张脸 所以我们一直看到 西方的精神分析 在谈米格朗基罗说 这个人的狂暴跟细致 可以落差这么大 而这个才是他惊人的东西 就是生命的幅度 可以这么大 我们今天看到 在路上踩着油门 飙车的那些生命 其实是让我觉得 我最早想找米格朗基罗 都是找这些人 我觉得米格朗基罗 好像不太会在大学里面出现 我一直觉得 是在那种飙车的人里面 可是你跟他谈话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少掉一个 可以这么安静的东西 如果他可以这么安静的时候 那个力量会出来 所以我们大概在观察 一个社会里的文化 如何他可以狂放 他可以收敛 那么这个头部 所有的头发 那个眉眼之间沉静的状况 他的胡须的 一点点的表现 如果你不安静到一个程度 你绝对做不出来 那么你可以从他的手工里 知道这个年轻人 已经可以让自己 节制到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很多人问苏东坡 你的书法怎么写得这么好的 他就笑一笑说 在收放之间 收跟放而已 收是收敛 放是放纵 两个都懂了之后 你就知道你的艺术怎么走了 你的人生也知道怎么走了 该放纵的时候放纵 该收敛的时候收敛 可是谈何容易 因为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个人 必须在他刚才讲的 所有的肉体纠缠里 他必须去历练 他自己生命里面 怎么去放 怎么去收的 这个过程 好 他23岁 离开了他的故乡 佛罗伦斯 然后26岁 27岁 重回佛罗伦斯 大概他离开的 三年到四年之间 佛罗伦斯发生了一个 巨大的政治案件 如果大家去佛罗伦斯 到St.Marco这个精英学院 你会看到有一个 多明尼家修会的修道士 叫萨弗纳罗拉 他当年穿的袍子 还挂在那个柜子里 他当年的念珠还在那里 这个人是非常奇特的一个人 年轻的时候 米格朗基罗非常受他震撼 因为他常常喜欢在街上 摆一个木箱 然后就开始跟大家念圣经 念耶稣的话 然后指责梅蒂七家族 说你们怎么可以要 Ficino家族去翻译柏拉图 你们怎么可以鼓励 年轻人做九神的像 你们怎么可以鼓励 大家走向狂欢跟放纵 肉体的堕落跟沉沦 他永远是用修道士的方法 去讲耶稣说你们有罪了 基督要惩罚你们 大灾难将要来临 大家都觉得他是疯子 没有人理他 因为在这个城市 走向开明的过程当中 除了一些老先生老太太 没有人理他 年轻人都不理他 可是不要忘记佛罗伦斯后来真的发生了一些瘟疫跟战争 当他发生瘟疫跟战争的时候 忽然沙弗纳罗拉的话被大家听进去说 是不是真的惩罚来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 就是刚好米格朗基罗 离开到罗马的时候 梅蒂七家族竟然被沙弗纳罗拉发动的民众运动推翻赶走 然后这个城市被沙弗纳罗拉统治了四年之久 那么这段时期把所有的艺术家拖出来在广场上架起火活活地烧死 把他们的画全部割破 我们看到波蒂七里画那个维纳斯诞生的那个艺术家 这个时候就躲起来 就重新灵洗受洗忏悔 重新变成多明尼加修会里面的一员 因为他们怕死了 他们原来前面做的事情都是犯罪的 而米格朗基罗这个时候不在他的故乡 他听到故乡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震撼 就是说我们都以为所谓走向开明是顺利的 不是 他有时候会倒退的 倒退得这么严重 可是四年之后老百姓受不了了 老百姓觉得天哪 喝一点酒也觉得有罪过 然后在街上跟一个女孩吹了口哨 也要去祈祷罪过 所以他们受不了 他们把沙弗纳罗拉抓起来 在他烧死别人的广场把他活活烧死 这个事情过了之后 一片灰烬的广场上 米格朗基罗回来了 梅蒂基家族回来了 梅蒂基家族重新执政 执政的这一代已经到了第四代 刚好是精英学院米格朗基罗的同学 他说在这个残破的城市 充满了忧伤记忆跟残酷记忆的城市 可不可能在我们的市政府 重新执政的市政府门口放一个像 这个像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正义 什么叫做是非 什么叫做勇敢 就是大卫 所以它是一个公共艺术 当时市政府提出了这个公共案件 所以米格朗基罗就被带到了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大理石 这个大理石是克拉拉山踩下来的 这个大理石踩下来的时候 米格朗基罗还没有诞生 这块石头因为太完美 里面一点杂质都没有 所以有一个雕刻家雕了以后就不敢动了 觉得自己不配雕这个石头 后来他们就把米格朗基罗带到这里 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大理石 你可不可能为我们这个受伤的城市 磕一个大卫像 米格朗基罗蹲在那边看石头 看了好久好久 他说大卫已经在里面了 我只要把多余部分去掉就好了 这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句话 我记得我年轻时候读到他的传记 读到这一段是罗曼罗兰写的 你读到这段的时候你眼泪就掉出来了 因为你觉得有一个东西在历史上等着你 等到那个时刻他说大卫在里面 我再把多余部分去掉就好 因为他读过圣经 他知道谁是大卫 大卫是历史里面那个 十四岁十五岁的男孩子 大概就是我们的国中生 然后有一个高中的学长 老是欺负你 就哥利亚长得很大 快快的 然后就混帮会的那种 那大家都很怕那个哥利亚 都不敢去惹他 那大卫就觉得说 他老欺负人这样是不对的 我要去把他打败 那大家觉得你这么瘦这么小 你怎么能够打败哥利亚 他最后就用一个像弹弓的 叫甩石器 一个东西甩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他的手上拿的这个东西 他用那个石头甩过去 远远地把他额头打中了 哥利亚就倒下来了 你知道那种 看起来快快的那种人 其实有时候笨笨的 很容易就被打败 然后大卫就把他头割下来 提在手上走回来 这是一个圣经里面 最年轻的英雄 然后为什么所有的艺术家 都做这个像 因为他们觉得是 以小胜大 是真正的英雄 而且他有智慧 又勇敢 又有正义 可是所有的艺术家 做的时候 像在他之前 都是大卫手上提着一个头 或者脚上踩着一个头 米格朗基罗不是这个做法 米格朗基罗做的是什么 大卫站在那边 哥利亚从他的左手边过来 他一转头看到哥利亚 他准备要备战 他的甩石器 他左手 他的右手开始紧张起来 他的所有的颈部的筋 都抱起来 因为他要备战 他生死一搏 我们刚刚讲过 米格朗基罗觉得 生命最有意义的时刻 不是赢了之后 是赢了之前 所以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卫 没有打败格利亚之前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他的局部 当时这个像他做了三年 在29岁做完的时候 整个的评审会的名单 有23名 里面包括了伯蒂赛利 包括刚刚从米兰回来的 50岁的达温西 达温西在这个评审团里面 一直通过说 这是佛罗伦斯历史上 最伟大的公共艺术 就把他放到市政府门口 我们知道一直放了300多年 一直到19世纪中期 这个像觉得太珍贵了 米格朗基罗雕刻 怎么可以风吹日晒 他移到美术馆去 现在在现场放的是一个复制品 那么其实他一直放在市政府门口 我常常在想 我的城市可不可能 在市政府门口有一个这样的像 然后陪伴这个城市的人 300年一起度过一些岁月 那他鼓励的是什么 我在他底下玩弹珠 玩昂阿飘 这样长大的时候 他的精神是什么 这个像放在一个很高的台座上 非常高的台座上 那么当时揭幕的时候 有一些类似像 今天我们立法委员这样的角色 他们总是要表现意见的 他们就觉得还完美 旁边人都说还完美 那有一个就觉得说 我不要老是跟大家讲完美 他说我觉得鼻子高了一点 那米刚刚就说 你真的觉得高一点吗 他说对 我觉得高了一点 米刚刚就说好 米刚刚就拿了一个梯子 爬爬爬爬爬上去 然后就假装做了几个动作 然后那个立法委员就感觉到 有一些石灰撒下来 因为他抓了一把石灰上去撒下来 然后他就回头说 好一点了吗 他就看一看 他说你这样好多了 米刚刚基罗在他的日记里 讲得很精彩 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做 可是他认为好多了 所以我想这里面有很大的自信 他知道他在这个领域 他是真正的专业 其他人不是专业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艺术家 在他的领域里 要知道他自己怎么样才是一个专业 其实我们知道这件作品 也并不是没有人批评 有人认为他的右手太大 可是我们看一下 因为刚才讲到 他头忽然转过来 所以这边拉出了筋 我们紧张的时候 第一个紧张的是 颈部到肩膀 你在所有 你看到动物也是 如果一只狗过来 你吓他一下 他整个一缩起来的时候 就是颈部跟肩膀 那这个部分是他看到 哥利亚的时候 一刹那之间 眼神全神贯注 那么他在备战的 那个状况里面 他脸上会出现一种表情 而这个表情使他身上 所有的肌肉 在刹那之间全部缩紧 就是我们刚才讲 米格朗基罗的美学 在这里表现出来 他认为一个运动员 在撑杆跳之前 那一刹那的身体 是最完美的身体 等他跳过以后 别人告诉他 你是世界冠军 他其实是一个松懈的状态 所以他一直要 身体整个背战的那种美 所以因此我们看 这个右手是不是大 因为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右手是等一下 他背战里面 全部的力量在此一搏 全部要在这个点上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手放大以后 里面所有的血管跟筋脉 我们叫做血脉喷张 有一个字是我很喜欢 叫蓄势待发 其实刚好是米格朗基罗 我们知道蓄势待发 不是已经发出去以后的状态 就是那个弓在悬上 绷紧的那个状态 米格朗基罗一直在表现这个 他跟达文西不一样 达文西一直在表现一种生命 全部领悟以后的那种淡淡的微笑 神秘到极点 要你去猜测的 米格朗基罗 刚好是一种备战的状态 是生命在赢之前的那个状态 所以这一个手非常的迷人 我希望大家到现场 你会发现说 其实它一点都不大 因为在所有的现实里的大跟小 跟艺术里的大跟小 是焦点跟重点的问题 它必须使我们的焦点 放在这个右手 因为它要告诉我们说 这个右手将是 下一个动作的备战 备战的状态 所以因此我想 26岁的米格朗基罗 不只完成了 他自己历史上的纪念碑 他完成了佛罗伦斯 这个城市的纪念碑 放在这个城市的市政厅广场上 可以放三百多年 我觉得这个故事 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我一直渴望 我自己的城市 有一个跟大家分享 三百年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有过去 我们也会有未来 所以我们不会短促到 急切在当下 做粗暴的反应 而是有一个真正城市的 一个历史空间在这里 就是我们一直在等这个东西 我们说这个城市快乐 我们说这个城市希望都是空洞的字 可是这个城市如果有一个具体的身体 让你看到 这个城市应该 每一代的年轻人的身体都如此 可以去对抗所有的困难 灾难 那么这个城市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当时他们选大卫也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佛罗伦斯 的的确确只有十万人口 所以因此 比他大的米兰 比他大的教皇国 比他大的法兰西 都常常欺负他 比他后来大的西班牙 查理伍斯 都打到佛罗伦斯 所以他在所有的这种 强敌环事当中 他要强调 我小 可是我不弱 我是David 我是达威 所以我想这些部分 可能是我们今天 跟西方人去看这个作品 略有不同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背景 所以他们看这件作品的时候 知道为什么它会有 这么高的一个象征性 如果觉得我们的岛屿很小 那么这个小 如何让它自己自信 它是要有符号的 它是要有一个符号可以出来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了一些它的局部 现在回来看整体的时候 大家可以感觉到 这件作品 很多人认为它就是米格朗基罗 26岁那个生命 走向完全成熟的一个 可以承担一切的力量的状态 最有趣的是 它这个身体上没有强调武器 没有强调被打败的敌人 后来很多西方的艺术史 在谈这个部分 就是说 一个胜利者强调武器 跟强调被他打败的人的时候 那个胜利 其实不是一个充足的胜利 真正的胜利是自我超越的部分 因为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米格朗基罗26岁 这件作品出来以后 打败了他23岁刚才的皮塔 他自己在打败他自己 那么因此我们看他一步一步地这样 他原来有一个敌人 真的是达温西 到1520年的时候 达温西死了 1520年的时候 拉菲尔死了 米格朗基罗是唯一在三节里面 活到89岁 然后他的孤独的后面的30年 他要不断地创作 因为没有对手 可是你如何创作 就像我们常常讲说 短跑可以是跟别人比赛的 可是我们在英国很有名的电影 《长跑者的寂寞》里 我们看到长跑是一个更大的寂寞 因为长跑没有对手 你要跑到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他如何去跑出他自己的那个生命 极限的一个状态 所以达温西当时作为 这一件公共艺术的评审的时候 我觉得他也想到了 我们常常想到的四个字 就是后生可畏 这个比他小23岁的人 虽然在路上总是激怒他 可是他绝对欣赏这个人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 有不同年龄层的朋友 其实往前看往后看 生命如果充满了这种致敬跟欣赏 其实生命会有很大的快乐 其实我一直希望讲 佛罗伦斯这个小小的城市 真是精彩 就是它里面的那种对抗性 人口少十万人 可是历史上不断有这种 人跟人的超越性 就是我自己在我的专业领域里 我如何变成第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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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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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